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各单位和相关省市持续加强全方位对口原疆工作力度 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杭州亚组委并持节俭半赛理念 力争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亚运盛会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通过哈马那宣言 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中国倡议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 衣食无忧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是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发展促进残疾人权益保障 残疾人权益保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广大残疾人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提升 在湖南湘台市与湖区江奢镇易建河村 临近中午 村民周金星在低位灶台前准备午饭 洗菜做饭他一个人就能完成 36年前周金星因意外致残 只能依靠轮椅行动 由于住的房子是老式农村自建房 家里处处是障碍 以前就是不方便 洗澡要偏拿野学 这个澡也不方便 现在这个澡方便 做饭做菜都不干不干 在水里面也不少 登帖也能够过瘾出去 政府和民众部门够的站联 帮着特别好了 基本上能够 到底过瘾在家里 不要偏便帮着 2020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时指出 无障碍设施建设问题 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们要高度重视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 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制定 无障碍环境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目前全省已有四市六县一镇 成功创建全国无障碍市县村镇 全国多地也在加大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力度 公共设施增加盲稳 公共交通增设语音播报等方面扎实推进 今年9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 为推动无障碍环境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提供了法治保障 中国盲人协会跟打车软件公司来对接 然后我们在叫车的时候师傅就能提前知道 我们是盲人携带党王权 司机师傅还会下车来主动找我来 这个就解决了大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体验一览众三小 我们也可以体验山高人微风 这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 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 它也能够达到一种无障碍的普及 这个很了不起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劳记总书记嘱托 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陆续出台 一百二十五点三万残疾人被纳入特困公养 一千零四十五点五万残疾人享有最低生活保障 残疾人兜底保障网越知越牢 一百一十四点六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一千二百一十八万人次残疾人得到辅助器具 适配服务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残疾人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 教育关系着残疾人的未来 多部门合力推动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今年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制行动计划启动 明确提出实施特殊教育学生关爱行动 强化优质融合发展 到二零二七年 特殊教育学校在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县 基本实现全覆盖 融合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同一片蓝天下 越来越多的残疾孩子接受融合教育 与健全同学们一起成长 截至目前 九万多名残疾学生已走进大学校园 一路走来 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当然还不错 但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我还有我们所有人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我希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发展 能够同步能够感受更多的风景 能够走得更远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福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和集团等地区部门单位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 补齐制度短板 堵塞工作漏洞 防止问题反弹 确保主题教育成果常态常效 福建把建章励志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制定印发理论学习指导计划 开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等28门特色课程 常态化教育党员干部 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围绕船城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 建立调查研究常效机制 从提升动力能力 优化考评机制等五个方面 提出政策措施 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把建章励志作为治本之策 始终拧紧制度建设责任链条 以加强和完善 现代金融监管为落脚点 结合机构改革 围绕监管工作最突出的难点问题 金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痛点问题 形成一系列务实管用的监管举措 我们深入学习总书记 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教育引导监管干部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中 有担当有作为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中和集团构建常态化学习教育机制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 与核工业发展实践融合研究 紧盯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不畅问题 建立完善实体企业 与院所之间的利益反哺机制 真正让主题教育成为推动发展的 动力源加油站 中国电科集团着力健全完善 一批管长远顾根本的成效机制 及时固化调查研究成果 形成边调查研究边理清思路 边拿出措施边见到成效的良性循环 坚持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与前沿科技双向对接 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我们全面梳理总结调查研究的 好经验好做法 进一步提升用党的创新理论 指导和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 加快将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转化为全系统 践行使命责任的生动实践 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 在南宁出席第二十届 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开幕式并致辞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老挝总理宋塞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越南总理范明正 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坦 东盟秘书长高金洪 以及中国东盟等国家 和地区工商界代表等 约1200人出席 李强表示 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 亚太区域合作中 最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 凝结着各方的共同努力 当中有其本质的内核 和贯穿始终的主线 这就是习近平主席 精辟概括的 亲程慧荣四个字 这四个字既是中国周边 外交方针的基本取向 也是慕林友好的相处之道 更是我们共创 美好未来的重要法宝 我们要在践行这四个字上 下更大功夫 一是更好的践行亲字 进一步深化感情交融 中方愿同东盟 扩大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 不断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二是更好的践行成字 进一步夯实信任根基 中方愿同东盟各国一道 重信首诺开展各领域合作 三是更好的践行惠字 进一步拉紧利益纽带 中方愿扩大进口东盟国家 优势特色产品 构建更加稳定 畅通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更好的践行融字 进一步扩展开放胸襟 中方将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 李强宣布博览会开幕 并与嘉宾共同启目 开幕事后 李强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巡馆 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 吴正龙 高云龙出席有关活动 国务院总理李强 17号在南宁会见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李强表示 今年3月 习近平主席同理就 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马方 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 传承和深化世代友好 提升政治互信水平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好两国双元 东海岸铁路等中马合作旗舰项目 打造新能源汽车 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长点 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双方合作不断扩容体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地区稳定与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安马尔表示 马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 深化文明交流互建 打造更加强劲的马中关系 国务院总理李强 16号在南宁会见 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夫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左科总统 前不久在成都会晤 为中印尼双边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印尼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加强政治互信 坚定相互支持 不断提升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质量水平与时效 推动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入 密切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 接出更多共赢硕果 中方愿同印尼 加强多边协作 共同维护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 维护东亚合作 正确方向 马鲁夫表示 印尼感谢中方对印尼 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支持 愿同中方深化经贸 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多边事务中协调配合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眼下全国秋凉陆续迎来收获 各地因地制宜提单产 全力以赴保粮食丰收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南方部分地区的中道 东北西北部分地区的马铃薯 以及各主产区短生育期的粮油品种 已经陆续开始收获 在吉林通化 18.5万亩枣熟品种水稻 收获进度过半 今年通化的水稻 标准化种植面积和两种覆盖率 均达到95%以上 同时推广使用11项水稻生产先进技术 保证了稻米产量和质量 今年各地针对自然条件的短板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实现单产提升 地处半干旱地区的山西长治 今年通过技术改良 在东坡谷子时 铺上可降解的渗水地膜 能够把秋季土壤里的水分有效锁住 让种苗顺利生长 在江西南昌 有10万多亩地块存在取水困难 以往只种植汉地作物 今年当地大力推广耐汉水稻品种 让农户种粮有保障 这个汉汉稻的品种非常不错 眉木产量在1400斤以上 河北苍州的430万亩盐碱地上的作物 也陆续成熟 今年当地在土壤改良的基础上 筛选出高粱 油葵等多个耐盐优质品种进行推广 农民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每个岁子能达到半年多亿 每模价能达到1200多亿亿 和普通地块产量差不多 这几天内蒙古武川县的70万亩马铃薯迎来大面积收获 为加快收获进度 确保新鲜的马铃薯及时装运出售 当地专门筹备组建了林工市场 为种植户 合作社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保障和服务 目前已经有来自四川 甘肃 宁夏 山东等省区的 一万多名务工人员来到这里协助采收 预计全国秋凉大面积收获将于9月底开始 农业农村部将持续指导各地做好收获机械装备 应急作业队伍以及烘干仓储等全方位准备 确保秋凉颗粒归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各单位和相关省市 持续加强全方位对口原浆工作力度 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精准 发力 有效助力新疆经济社会 迈向高质量发展 最近新疆喀什地区刹车县的 90万亩八弹木进入收获期 在上海市的对口援助下 这里建成了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 八弹木油 八弹木乳汁等产品 销售到全国各地 百姓就地就业 收入翻倍增长 我学会了操作生产商的电子设备 也学会了每一种产品的制作流程 现在已经有五千元了 十年来 中央和各原浆省市 结合对口地区的资源禀赋 和自身产业优势 精准建设产业原浆项目 广东省引进明优火龙果品种 成功实现了越果江灾 山东省原建高标准 现代蔬菜产业园的同时 把先进种植技术也传授给了当地农户 浙江省借鉴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打造农业观光 研学中心等一批农文旅项目 受原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通过原建农业客创中心 打造文旅示范新村 实施江国东宋等系列组合拳 为复命新疆注入源头活水 让原浆成果更多汇集寿源地的各族群众 对口原浆民生优先 各省市把80%的原浆资金 投入到民生领域 新的学期江西省高标准建设的幼儿园 投入使用 补齐当地学前教育资源匮乏的短板 江苏 河南等省 通过结队帮扶 技术培训等方式 培养一批高水平的教育医疗人才队伍 填补基层医院 眼科 康复科 重症医学等学科的空白 学会了上根的职能操作 一些维重症患者在本院就可以得到治疗 真正的明显降低 十年间 中央和各省市 累计安排原江资金近1700亿元 引进15000多家企业 近江落户 带动现代农业 加工制造 特色旅游等产业较快发展 引进9万多名教育 科技 文化等领域 紧缺急需人才 后机可持续发展新动力 原江综合效益不断释放 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杭州亚组委并持节俭办赛理念 优化场馆建设方案 力争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亚运盛会 浙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 是本届亚运会手球项目的比赛场馆 因赛事需求场馆改造时 原有的地板要拆除 为了避免浪费 校方花了两周时间进行保护性拆除 随后捐赠给了有需要的山区学校 原有的空调 大屏幕 灯光 音响等物品 全部用于改善师生教学环境 这一次我们一方面 满足了亚运会比赛的要求 我们比赛之后 也对学校内更好的利用设施 也就是要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不搞大拆大件 杭州亚运会56个竞赛场馆中 有44个是改建或林建 仅有12个新建场馆 从一块地板到一把座椅 亚运筹办过程中 精打细算到了每一个环节 目前已经有51个场馆 制定了下一步具体利用计划 比赛之后能利用的计划方案比例 已经达到91%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传递 今天在浙江金华举行 传递路线以浙江之心 月动金华为主题 全长约7.8公里 本次火炬传递 共有170名火炬手参与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涵盖全国劳动模范先进代表 基层一线代表 体育工作者等 特别激动 预祝我们亚运会圆满成功 中国建儿 顽强兵国 为国争光 加油 金华站火炬传递 途经通缉桥 多湖中央商务区等城市地标 通过展示沿途点位的自然景观 历史文化 城市形象 充分展现出当地的人文底蕴 和发展活力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月 我国航空运输市场 保持良好恢复态势 民航旅客运输规模 创新高 完成旅客运输量 6396.4万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长4.5% 其中 国内航线旅客运输规模 较2019年同期增长11.2% 国际航线旅客运输规模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52% 为期三天的2023年 世界地热大会 今天在北京闭幕 大会首次发布的 地热能国家主旨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底 中国地热供暖制冷 利用折合装机规模 超过10万兆瓦 全球占比约57.8% 地热直接利用居世界第一 央企消费帮扶新农州活动 正在进行 来自国资央企295个原浮线的 1.2万款产品参与销售 活动动员中央企业及 业务合作伙伴采购帮销 促进脱贫地区产业发展 和脱贫群众稳定增收 恒秦月澳深度合作区挂牌两年来 经恒秦口岸 验放通关旅客超2125万人次 车辆约290万辆次 海关备案企业超1600家 一至八月 248个共建成鱼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522.7亿元 占年度投资计划的74.3% 其中 成渝中线高铁 渝坤高铁 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基地 川渝共建千亿方天然气项目等 现代基础设施均加快推进 川气东宋二线管道 日前在重庆开工建设 管道全长4269公里 途经四川 湖北 福建等八省市 建成后 干线与川气东宋一线 西气东书管道系统 苏丸管道等 主干管道连通 每年将为我过中东部地区 输送天然气超200亿立方米 日前 黄河上游拉西瓦水电站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 从建设期正式转入生产运行阶段 拉西瓦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是黄河上游 龙阳峡至青铜峡河段规划的 第二个T级电站 总装机容量420万千瓦 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2.5米口径 墨子寻天望远镜 在青海冷湖正式投入观测 这是北半球光学食欲 寻天能力最强的望远镜 将有助于我国在银河系结构 和暗物质本质等方面开展研究 由该望远镜拍摄的一张 仙女座星系照片同期公布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市场的 仙女座星系高分辨率图像 今天第36届中国哈尔滨之下音乐会闭幕 本届音乐会持续42天 期间举办了多场中外专业演出 和市民音乐嘉年华等 三千余场群众文化活动 此外 多项国际音乐赛事 吸引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 和艺术家参与 为期两天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 16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闭幕 峰会通过哈瓦那宣言 呼吁构建更包容协调的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宣言说 国际金融结构急需改革 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 提升在全球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 有关各方应在共商 共建 共享基础上 致力于实现全球发展和共赢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峰会期间 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 中方提出的一系列倡议 支持通过数字合作 科技合作等 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 我们赞赏中方提出的 以加强数字技术合作 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构建 普惠平衡 合作共赢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南南合作是促进团结的重要方式 对此 我们热烈欢迎中方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 有很多成功的合作案例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 我们充分认识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价值 这是一项具有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倡议 旨在推动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新秩序 利比亚东部地区洪灾的搜救工作 仍在持续进行 利比亚军方人员16号表示 在过去三天里 救援人员从德尔纳附近的海滩上 找到450多具遗体 利比亚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宣布 受洪灾影响的地区 进入为期一年的卫生紧急状态 随着灾区道路被重新打通 总台报道员16号尝试进入重灾区 德尔纳市采访 在前往灾区的路上 可以看到来自利比亚各地的官方和 非政府组织民众自发组成的救援队 当地大型企业的救援车队等 满载着救援物资驶向德尔纳等地 随着临近德尔纳 当地军队在道路旁设置了多个检查点 洪灾过后 德尔纳市已满目疮痍 大量淤泥和废弃的汽车随处可见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德尔纳的郊区 德尔纳市的南部背靠着山区 正面向北朝向大海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洪水过后的德尔纳市 来自国际社会的救援物资 16号陆续抵达利比亚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一批29吨的医疗和紧急物资 已经抵达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 根据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 16号公布的数据 利比亚此次洪灾 已对超过80万人造成影响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 俄军当天对乌军军港设施 军用机场 无人艇工厂等目标 实施了打击 摧毁了多架乌军战机 并拦截了多枚海马斯火箭弹 此外 俄国防部称 俄防空部队今天凌晨 在克里米亚上空摧毁了四架乌军无人机 乌方对此没有回应 乌克兰武装部队16号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 马林卡等方向 继续与俄军交战 对俄军指挥所 人员和装备阵地等目标 发动了空袭 并对俄军山毛局导弹系统实施了打击 此外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丹尼洛夫称 乌克兰近期将收到一批美国提供的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近日称 将从德国量子系统公司 获得此前订购的100架无人机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6号表示 欧盟正在疏远土耳其 土耳其将对事态发展做出评估 如有必要 土耳其可能与欧盟分道扬镳 近日欧洲议会在一份报告中指责土耳其 不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程序无法重新启动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 这份报告带有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偏见 16号 热带气旋里 以接近飓风的强度 在加拿大新斯科社省登陆 给加拿大东南部和美国东北部地区 带来狂风暴雨 并在沿海地区造成洪水 恶劣天气在美国造成 一人死亡数十架航班取消 并在美国和加拿大 共造成约30万用户断电 16号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发生五起枪击事件 共造成四人死亡 两人受伤 当地警方称 有两起枪击发生在香林街区 目前还没有嫌疑人被逮捕 根据费城警方公布的数据 截至16号 费城今年已报告了305起凶杀案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